大家好,我們是新社高中的同學 然後我們這次要做的主題是 普克定律 然後材料如下 這是我們的實驗器材 有60公分的水管 一個,然後五個S溝 S溝上面有三條橡皮筋 然後這個香皂袋裡面當然有 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個五十元韻幣 五個的五十元硬幣 重五十三公克 十個的五十元硬幣 重一百零四克 十五個五十元硬幣 重一百五十三克 二十個五十元硬幣 重二百零三克 二十五個五十元硬幣 重二百五十三克 現在我們的設備已經架設完成了 然後我們的操縱便宜是 不同的 不同質量的重物 第一個重物是最輕的 最後一個是最重的 而他們的生長量分別是 十三公分 十五公分 十八公分 二十一公分 以及二十三公分 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它掛的重物越重的話 它的生長量是越大的 如果掛的越輕的話 它的生長量是比較短的 我們使用講解板 進行更詳細的講解 可以發現橡皮筋 伸長量和硬幣重量之間 成斜直線 會製成座標圖表後 成正相關 接著帶入伏克定律公式 F等於-KX 在這裡我們設F為硬幣重量 克重 X為橡皮筋生長量Cm 便可藉由計算得到 彈性係數K 我們這組的創意是 使用肥皂袋 然後裡面放著五十元硬幣 當作它的重物 今天我們要做的實驗是 以V-Fast來測量 減協運動 來測量減協運動 與震盪的一個量化實驗 我們的實驗材要有 一根六十公分的水管 下面接四條橡皮筋 再接一個香皂袋 然後手機開啟不含重力加速度的 程式頁面之後 將手機放入肥皂袋 之後連接電腦遠端 現在我們先進行減協運動 跟緊密震盪的原理講解 減協運動它的物理意義就是 物理所受的力與位移成正比 且兩者方向相反的往返運動 由上述的意義可知 F正比於X 可以推導出FS等於-KX Z的FS代表是彈力 負號表示方向相反 這個就跟我們之前所學到的 虎克定律的公式是一樣的 我們再看右圖 紅色的虛線代表的是平衡點 我們今天是一個向右的力 而綠色立方體 從平衡點位移的這段距離 就是正幅 且伸長跟回彈的正幅是一樣的 而我們施一個向右的力使彈簧伸長 同時就會有一個方向相反的力 將我們拉回去 而這個力就是彈力 所以A狀態的彈力 FS是向左的 而C狀態因為回彈時速度是向左的 所以彈力會往跟速度的方向相反 所以是向右 而ABC這三種狀態 是一個不斷循環的 且具有中期性 而這就是所謂的減血運動 阻尼震盪它的原理就是 物體在運動的過程中 因為受到阻力 使得系統的能量不斷減少 震動的強度減弱 震幅就會越來越小 以至於最後停止震動 由下圖可以看到 我們在手機的上方 加裝一塊指板當作阻力 當這個系統在運動的時候 因為受到這塊指板的阻力作用 導致它的震幅會越來越小 由右方的數據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還有密切的波形 但是到了之後 因為受到阻力的作用 導致波會越來越平緩 而這個就是所謂的阻尼震盪 先讓我們開始實驗 先將手機下來一段距離後 並按開始鍵 然後藉由電腦觀察齊波形 好的 讓我們裝上插陽智筒 開始做阻尼震盪的實驗 先將手機下來一段距離後 並按開始鍵 然後藉由電腦觀察齊波形 以上就是我们紧线运动跟主民震荡的实验 我们分别挂上50、15、20、25个50元硬币 可以发现五个50元硬币的伸长量比较短 25个50元硬币的伸长量比较长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虎课定律实验 新色高中的神品答案要请新海洪冲桶他们这一组 是利用简单的一些日常的实验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虎课定律、减旗运动以及阻力震荡 我觉得就是看了一遍之后 可以很就是比较容易了解到这些物理的定律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有创意做得很好的 我们这一组做的实验是虎课定律 我们这一组做的实验是虎课定律 然后现在我们分别在代理年中 50、15、20、25个50元硬币 然后你可以发现它 或者它这个伸长量成一个鞋鞋 谢谢 没有什么建议因为都做太好了 谢谢就是 不要恶火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个问题就是 呃就是 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们 有一段是一次放三个薄写的图 就是有蛮多人反映说那边不知道要看哪里的 就是不知道你们在看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点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摆 应该好像还好 啊 OK